点歌吗 这些可以换首歌吗 可以 那就肉串踏山河 奶茶玩意儿微语问海棠 行吗 我们来 那来吧 你独有远方 谁还以我消化 What 嗯 那就不逗你了 天上里这没办法 哪里都有我疼我 但我心里只有他 只能听他的这进化 天上 快 欢迎收看有雷科技推出的Breaking News 让我们赶紧来看一下 今天刷爆科技圈的是什么 自从荣耀品牌独立以来 就有许多消息表明 荣耀新机即将登场 有望搭载联发科 以及高通的处理器 根据爆料博主 数码闲聊战的最新爆料 荣耀V40的GPU为 巴黎G77MC9 在和平精英游戏中的 帧率中位数为90fps 稳定性达95% 可以确定该机将搭载 天机1000加处理器 这也是目前联发科旗下 性能最强的手机芯片 另外 之前天母厂商透露的信息 也确认了荣耀V40 将搭载双区面的显示屏 采用左上角双打孔 放置前摄的设计 但开孔面积相较前代 缩小20% 新荣耀将带来怎样的手机芯片 也只是网络上的热门话题 脱胎于华为的荣耀 有过许多热卖产品 因此原版人马 打造的全新高端机 吸引了不少眼球 而从现在获得的信息来看 除了不再使用麒麟芯片 荣耀V40依然会有许多熟悉的元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看有类科技推出的Break News 让我们赶紧来看一下 今天刷宝科技圈的是什么 荣耀CEO赵明表示 荣耀V40系列将于今年1月与大家见面 今日据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爆料 荣耀V40系列将于1月12号正式发布 综合最近爆料信息 荣耀V40采用6.72英寸FHD加双挖孔扑布屏 支持120Hz刷新率和300Hz屏幕采样率 前置镜头开孔面积较前代缩小20% 搭载天机1000家处理器 从荣耀V40的日网认证信息来看 该机标配HW110600C0X充电器 最高支持66W快充 同时还有一款45W力士无线充电器 目前荣耀V40系列已在某电商平台上架 包括V40、V40 Pro、V40 Pro Plus三款机型 荣耀新机实在是让人等得有点久 好在它最终能以令人期待的面貌登场 荣耀V40系列虽然不一定能用上麒麟芯片 但显然能在拍照表现上有亮点 至于能否继续使用和华为生意 我远迎风在流逐进步 曾是寒风吹动我头出 我说寒声别哭 我带你出 我紧地酒带你出 快 你也是可爱的 我看栏